南投县水沙连艺术摄影家协会 透过华夏艺术书院的协助 和这江省新昌县摄影家一起举办连战 透过摄影家们的镜头呈现两地修理风光文化地域 捷径风俗及道地美食等特色 两地的摄影家把新昌跟南投他们的人文地理 包括我们有看到一些植物、飞禽、日常生活 民间的一些习俗、地理风光展现无遗 希望这个展览一方面提升我们的会员的摄影水准 跟大陆方面一起来办的话 能够互相互同友 我们也会到那边他们有时候也会过来 主要就是让大家的摄影技术水准 能够不断的向上提升 其实三年前南投和新昌就曾以茶为主题 透过视频连线展开茶文化交流 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这次以摄影进行交流 也期待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和活力 透过这个照片可以促进两地的了解跟认识 我想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应该持续 同时应该扩大 文化它没有界限 所以藉由文化交流我想对于两地的互动 以及两地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县议员唐晓芬表示 摄影连展不仅是艺术的展示 更是走近走亲互学互见 透过镜头记录下两岸的美景 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特色 包括我们的一些民俗文化 还有我们一些美食 透过我们的镜头展现出来 特别的不一样 尤其我们浙江省新昌县 那有很多的一些茶的文化也好 那这些的地理文化也好 透过我们两岸的一个交流 透过我们摄影家的一个镜头来展现出来 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常常来举办这些的一个连展 这场在草屯镇南开科技大学举办的摄影连展 展出至6月14日至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要把握时间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